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民电影院 县衙 山区会馆等宝吉中山路的繁华街景 以及民国风格的西府院落 九县九院子 美食街 音乐厅 会议中心和新增的当当书店等 这座复原在线的陈仓公寓 40年代位于宝吉中山路中段 坐南向北 上下两层九间 是当时宝吉旧城中最大的酒店和客栈 这座复原在线的宝吉县署 40年代位于宝吉中山西路 坐北朝南 县属为支县理事和生活之地 以大堂二堂三堂为主招 三联式庭院建筑 大堂理工办案 二堂会客议事 三堂生活起居 这座复原在线的山西会馆 位于今 陈仓区 国镇小学 西国宾馆所在地 坐北朝南 清末明初 国镇地区及秦明北路 广众药材 穿 闪 甘 青 莽的客商 蜂拥而至 多种药材在这里装箱 运网 穿过一支地 客商中进商巨多 随之建起了山西会馆 以保证各地客商的吃住行 1941年 陕西第九专员公署 牵制宝鸡 眼前的这座复原在线的人民电影院 1941年由凤翔牵制宝鸡 建立宝鸡私营影院 取名为人民电影院 在人民电影院的楼下 陈仓出建文化生活馆 一件件一套套的定制茶杯杯体上 印着青铜器何尊名文中 中国字样 让您在拥有茶具的同时 也复读着历史 在饮茶的同时 品味厚重的中国文化 在这里有非宜工艺品 马烧脸谱 皮影 手饰盒 和手工制作的虎头枕头等 色彩浓郁 一彩分成 凸显了大红大绿的西部特色 使人莫不暇接 流连绑返 踏着青石板穿过访民国建筑风格的九县九院 来到八九十美食街 喝一碗豆花 吃一碗大宽面 那才是对自己味蕾最好的味劲 来 豆花来 叉叉豆花 陈仓老街不仅有在线历史的街景 和旧地标性的复原建筑 地方美食 还有民族服饰 花艺咖啡屋 对于服饰的钟爱 大概是大多数女性的专宠 走进原创的赵本堂服饰店 木兰又一次开启了秀衣模式 一席不一 自成芳华 有一种与岁月无争的美好 有一种与岁月无争的美好 春天的午后温暖而柔和 在花艺咖啡屋里 寻一处窗下 栖身而坐 品着咖啡 看着书 在轻松惬意的环境中 寻找樊卜归真的自然 在陈仓老街完美的一天即将结束 木兰走进最后一站 当当书店 在这里汇聚着百万本图书 各类图书应有尽有 一层主要以出售陕西本土文创为主 二三楼海量图书 云瓶菜单 咖啡甜点 让您在缓慢惬意的节奏中阅读 饱览群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点缓慢用 直接说一下 大家优优独播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